非得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生楼 民伟108年7月11号星期四 礼拜四的时间 每个月我会请蔡切华老师 从台中上来 因为她在台中教书 她是教英文 她教英文 你不要搞错 她是教英文 所以她学英文教英文 可是她其实教她中文写作 因为我看了她的写作 因为我之前并不认识她 我只看她写作书之后 我看了这个很惊艳 我终于找到一个 我在节目上面 可以推荐给老师 推荐给父母亲的说 因为我知道很多父母亲 对孩子写作能力都很焦虑 因为写作终究是 从最现实角度来讲 在学校里面也好 或者升学考试也好 作文是你一定要过的 一定会考的 所以你的写作能力不好 你说你考试会考多好 我都不太信 父母亲当然懂 所以就很想去补强 自己的孩子的写作能力 那市面上面的写作班 不要说国语日报的那种写作班 那种当然都是 都是长时间都是很热门的 那教你纯粹应付学校考试 应付呢 你在升学考试的写作的 那种写作班也很多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父母亲孩子 可能都深受其导 学了半天之后觉得没有用 觉得自己好像 除了一天到晚叫你背 背什么 背什么 背什么家言美 美剧 每次叫你背那些东西 背了之后 好像呢 好像万灵丹一样 每篇文章就用那几句话 觉得你用久之后 我说在你会 你会扼杀孩子的 就是说写作的兴趣 也会让孩子看不起自己 觉得我就是用这种的 好像便宜形式的 偷鸡许小的方式 背几个家言美剧 然后好像就可以骗到 一点的分数 那你把 你把 你把这种的文字表达 变得很 变得很工具化 变得很low 那个不会让孩子 更喜欢写作的 对 好 所以我在看了 蔡琦华老师的书之后 我觉得OK 这个 值得我来 我来 我来推荐给大家 跟他谈一谈 好 那书呢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 在时报出版 在许多的这些书店 或者是在网络书店 你都可以找得到 那这两本书 时报出版的写作版 你值得被看见 写作吧 破解创作天才的心志图 好 那一年多的时间呢 请这个蔡琦华老师呢 为大家呢 做这个写作的教学 那不只是 我在讲不只是孩子 我也希望就是说 有很多的成年人 一想到要拿笔写字 都觉得很痛苦 要写个五六百字 对我来讲 加长辩分 因为通常必须 我要求我自己 必须要在90分钟之内 要写完一篇的 评论的文章 通常大概在2000字左右 那多半都是我在 一个半小时的 设定的时间之内 早上的四点多起来之后呢 就完成了 那你也许办不到 但是你起码要有 写600字的能力吧 好 那今天蔡琦华老师的 写作课 从哪里开始 今年的国中会考作文 亲吟共居 好家宅 整个是全国的家长 学生老师都非常shock 因为像这样的 所谓的思辨题 他一直都是 在高中考大学 突然之间到国中去了 所以这个老师他会觉得说 你在亚苗助长 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好好地去论述说 他这样考对不对 还有如果他以后他这样子考 我们怎么去准备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如果以西方的写作传统 他最重要的 他修辞是放最后 他前面最重要的是观点 逻辑 最后才进入羞耻 例如说 我这十几年 我大概每隔一两年 我就会带学生去国外住个十几天 那我就会住在国外的英文老师的家里 那每次我看他们改的作文 我说你这个文法错这么多 你为什么分数给他那么高 他说他这个年纪啊 最重要的是论点 我们 有想法比较重要 对 他说以西方他们的一个写作教育 他们是以阅读为核心 我们知道他们 他们二年级之前是 Learn to read 对不对 那二年级就是Reader to learn 然后像瑞典跟德国 他们到过十岁之后呢 他们就要分流了 那所以说 他们到小学四年级之前 平均你要读四百本到五百本书 那到最后 他们的每一堂课 也都必须是一个阅读课跟发表课 他们认为说 第一个 他们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 你对这个世界没有观点 以色列的学校认为说 如果你上我一堂课 你没有意见 没有问题 代表这堂课你白上 可是我好像在台湾 你一场演讲 或看我一本书 我往往就是 没有观点 或不敢发表 所以第一个 我希望跟所有的家长老师学生 曾经一件事就是说 写作它是有一个层次的 那个层次是 第一个是你对这种有感觉 有感觉你去找资料 找资料之后呢 你借由归纳分析 到产生论点 有论点之后 写作开始了 你刚刚讲这 我到想到我之前读了一本 有关于犹太人的教育观的书 对 犹太人父母亲 孩子从学校回来 他不是问孩子就是说 你今天上了什么课 或者你考了几分 他们都是问孩子说 你今天跟老师讨论了什么 对 没有错 辩论了什么 对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没有错 他们跟孩子是做这种实则讨论 或者说他们觉得在 在辩论思辨的过程当中 那个过程比较重要 对 而不是今天你上了国文 英文数学 你考几分 他们不是问问这个东西 对 所以犹太人的教育 有他读到的地方 我们传统的 这个中文课或英文课 我们会把孩子呢 锁在一课里面 那我们就是 你把这一课的 字音字形文法给学起来 可是像我们在带 模拟联合国 跟我带写作 国文写作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到一件事 就是说 当你为了这个问题 你的阅读量 有时候你为了这个 project的 你的阅读量 早就超越过 你过去一年 英文课本读的单词量 所以 当孩子是为了 支持自己的论点 开始去大量阅读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 他的修词 他读多了这个字 他就用对了 那文法 你一直改他戳戳 我们每次 锁在那两三句文法 他不断的戳戳戳 可是 当你大量阅读之后 他自然而然 他就修正自己的写作 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大事 英文 我考预官 英文考八分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我去做贸易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 我写给英国的信 我这样写 Would you please to send me the press list 我用的 Would you please 我后面又用不定词 结果两个礼拜之后 他突然他回我用 是 Would you please 他用原型动词 奇怪 他对了是我对 我在一场 Please 十一动词 后面又用原型 也就是说 我 我以前学了十几年的文法 我学不起来 可是 用一次就会啊 当我在使用的时候 而且我必须去 我一定要读大量的回信 所以我就直接在 使用的过程里面 大当阅读 没有老师跟我做amend 可是我自己就 慢慢的在阅读跟使用 我自行 就是常常 唐大利最常讲的 这个个人的学习 终身学习 我现在最重要的 自主学习 现在最重要的 我竟然 我半年之后 我竟然 再去文法处读懂了 甚至 甚至以后 我还可以帮 以前的市长 以前的外交部长 我可以帮他写英文稿 怎么可能 从一个考八分道 可以替以前外交部长 写英文稿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因为 所以我都知道一件事 写作 当我们都是 着重在那个 修辞 那个是 最末端的 当你是因为去思考 而阅读 产生观点 那到你要发表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你那些能力会 整个会上来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 学生他对 经营 共居好 家宅 他有没有赶 他是否有足够的阅读量 这个是 你刚刚讲的 我倒是有点感觉 因为 今年的这个 这个 会考的这个作文题目 出来的之后 对 因为我看到 媒体上面讨论的 非常多 觉得这个题目 第二个 我看到有人担心说 有没有可能很多的孩子 看到轻盈共居 连轻盈共居四个字 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都不懂 对 轻是什么 盈 盈是什么 对 因为他可能根本 根本从来 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在脑袋里面出现过 从来没有 是没有在生活里面 或者教育现场出现过的词汇 对 他可能连看都看不懂 他下面是有四个图 说明 对 他有 他有说明 对 好 但是这关乎到 你在 你即使在那个时刻 你看到了 你要很短的时间 对 要理解 对 然后再加上 他的题目基本上面 他的题目的 那个作文题目的下达 基本上面 就是引导你 做正向表达 对 就是你要去支持 轻盈共居 但是 我碰到这个时候 这个小朋友们 他们在讨论 就是说 因为他们有辩论这个题目 对 那我就比较好奇 就是说 那我如果反对 怎么办 我如果反对 因为这个题目 你听起来 轻盈共居 从一个 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讲 你当然就要 你作文 如果要拿高分 你当然就应该正面表达 当然就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 如果能够跟 引法族共居很好 那除了 如果能够跟父母亲 跟祖父母共居很好 如果不行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借着 跟就是说 你不认识的这些 独居老人共居 他们可能有空出来的房间 那可以让你住 那他们呢 也可以跟年轻人 多一点互动 相互的照顾 那你也可以呢 从老人上学到智慧 好吧 这些的 这些表达大概 你可以想得到 也大概比较人性 比较 common sense 可是我就 我就问了小朋友说 那你们辩论的时候 那你们 你是戳到正方 还是反方 他说我戳到反方 我说反方者怎么变 这个我想到 这个怎么变 你会赢吗 他说我们赢 你孩子不是在小学 六年级而已吗 对啊 他们就说 他说他们赢 我说那你怎么变 他说 他说第一个 他们组员讨论完之后 他们就很有感觉 他们觉得 觉得他们现在 每天跟爸爸妈妈 住在一起 烦都烦 他说叫他们 轻盈共居 他们现在每天 都是轻盈共居 他说 我同学讨论说 你快不快乐 每个人都不快乐 每个人都在 就像你讲的 在fighting 他说我们都想要逃了 你还叫我们轻盈共居 他说这有什么 很难变的 他说每个人的感觉 都觉得我要赶快跑 他换句话说 他说他们就说 你问我们说 对父母亲有没有感情 当然有感情 我当然爱爸爸 爱妈妈 我当然爱外公 爱外婆爷爷奶奶 可是你说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跟爱不爱 他说那个是不一样的 他说那他们就举例 他们说那为什么 比如说在美国好了 独居人这么多 他们的孩子可能住在他们 不是像我们 只是什么台中跟台北 他隔几个州 那个是非常遥远 以前没有电话 没有飞机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可能一年 都见不到一次面 施的各魔的户口 有一半是独居人 对 那他们都很可怜吗 不一定 他说当时代发展到这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 当然我用大人的话讲 那他们的意思 我大概懂他们 就是说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亲人共居 有的时候会对我们产生一种 束缚跟 就是有压力 就觉得我每天要回去 好像不回去照着照顾老人家 好像有压力 可是我们有很多的事 我们有很多的兴趣 是在外面的 那如果亲人共居 变成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 好像觉得是一个责任的时候 他觉得很有压力 那个压力就跟现在跟父母亲的同住是一样 那我们都很怕被唠叨 因为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老人家都会很习惯的念念念 我都听他讲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道理 事实上 今年的题目是 亲人 亲人共居 好家宅 问号 所以他下面四幅图 他正反意见都有 所以学生 今年学生你支持跟反对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 我们真的就是如何帮助学生 在我们刚刚所讲的 你如何情理 我们知道好多文章是情理交融 最好是有理入情 那我们在学生 情跟理这双方去帮助他们 我们先来讲的就是 先讲情好了 学生他往往没有一个好的 有感而发的感知 他本身 因为文章是以感动开始 教写作不如教感动 你没有感动他就论述 其实东西会很空 我举个我自己的故事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的双胞胎哥哥 他拿一双筷子给我看 那筷子上面都有蓝色的 而且摸起来会黏黏的 我跟我哥哥说 这就小瓜小狗 你怎么给我看这个筷子 我的双胞胎哥哥跟我说 这是我们外祖父外祖母 他们每天吃饭的筷子 他们已经老到 没有力量把他给洗干净了 所以我的双胞胎哥哥就 每隔一两个礼拜就回去 帮他们拖地换筷子 好棒 对 那比你有爱心 他比我有爱心 我没有开玩笑的 因为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讲到 你年轻时候 小的时候的训练 我天生不善良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 我看我哥哥在那边洗碗 我说我们家四个兄弟 我说我们不是兄弟吃碗吗 妈妈洗 这是天真地 是啊 那我哥哥就说 你有没有看到妈妈的手上的白色的 那个 不是 那个乳膏 乳膏 那我哥哥就问我妈 你这个怎么了 我妈说 医生说富贵手 因为被那个清洁剂 清蚀 对 所以 所以我哥哥从那天开始 他就开始会洗 那 我这个隔壁就会开始说 你这想洗 大 比较乖 结果造成就从此之后 我会跟他抢着洗 我跟他抢着洗的目的 不是因为我爱我妈妈 而是因为 我不想被人家说 我是一个坏小孩 可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们人会内化 我们会认同你做的行为 也就是你天生 你天生不是一个爱人的人 可是你让他去做一次 他会认同自己的行为 这个在行为主义 里面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发觉到一件事 就是说 那是一个自我合理化 对 自我合理化 对 自我合理化 当我做了之后 我要努力为我的行为辩护 讲得好 对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为什么 我在学校 我一个人会带六个社团 那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你不会累死 很累 因为 老师不喜欢带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很多非认知的能力 我一定要带你们动手 去做过一次之后 就像最近那个 上个礼拜 报导者的那个总编辑 离学历到我们学校 我就要跟学生说 记得 人家是从台北下来 公公早上 才办完 告别事 下午就赶过来 我讲很多 让他们感动的东西 他们有感动之后 你们现在是不是 该写一些感谢的话 写卡片 然后 那个 李学历 收到卡片 就很高兴说 是你教他们写的吗 我都不敢回答 可是 你要让学生 学会 什么叫感恩 感觉 像李学历 他也在台大新研所教书 他跟我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蔡老师 你做这么多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 现在学生 比较不会 appreciate 他们比较不会去 感恩感激 今天 他嘴巴说出来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他一定 帮助过很多学生 可是那个学生 没有跟他说一声谢谢 我遇到好多好多 所以 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 我们把学生 锁在一个教室 甚至说 因为这礼拜天要补习 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 回乡下 看你阿公阿嬷 所以 非常重要一件事 我们不要把 我们的目标导向 就是我们 孩子的目标 就是连考 考到好的学校 那作文考到好的学校 去补作文 但是你去 没有时间去陪伴 你的亲人 那这个就是 教育的反其道而行 所以这是我对 这个考题 我第一个建议 就是制造孩子 有感的经验 对 就是如果 如果孩子没有办法 那种有感的 就是你的 你的文章的写作 如果没有一些的 生活的体验 对 你很难 很难写得出什么 有血有肉的东西 有其他说 请由自己的生命经验 开始写 对 就那种 有血有肉 是现阶段的 作文写作当中来讲 比较重要的 因为他们说 说理的能力 不见得会多么强大 但是如何有血有肉 那个是孩子 平常生活当中 就必须要去培养跟捕捉的 要不然他连论述的起点 都很困难 好 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那请蔡清华老师 教大家写作 那经营工具 是今年的 这个会考的题目了 可能很多人有注意到 很多的孩子 可能考完之后 之所以引起舆论化人 教育圈讨论很多 就是还是有能力去处理吗 那就试试看吧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跟蔡清华老师聊 对 非常不好 非得早餐 我是谭江龙 好 礼拜四的时间 写作的时间 蔡清华老师的时间 再来 好 我们现在讲就是 我们都知道 以去年来说 全国的考生 满级分是六级分 大概是22760人 大概是每90到95个人 只有一个会六级分 那我就 90到95个 对 大概是这个人数 OK 只有一个会六级分 所以你要写到六级分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我就问一些 去月圈的老师说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 那么简单给他满级分呢 都集中在345这个分数 他说 我们的孩子他 都我觉得我认为 可是他没有一个 我们叫supportive material 他没有个人去支撑他 而这些东西事实上 就好像我们108课 刚刚他的三面九项 三面就是社会参与 沟通互动 自主行动 也就是我们的学问 必须跟这个时代去接地气 那接地气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我们去读报 问题是你课本都读不完了 你怎么可能读报 那报纸 它的内容那么多 也不见得是好的内容 那怎么办 那我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在学校 我办一个东西叫做读报王 那读报王呢 我就会 听那个国语日报中学申报 那这份报纸 它每个礼拜 会把全世界最最重要的资讯 给罗列起来 它变得就量很少 那我说随便举 这个报纸在过去一年 它报导过的资讯 例如说台湾呢 是从1993进入高龄化社会 那高龄化社会就是 7%65岁以上的人口 WHO认为说 65岁以上就定义为老年 那台湾呢 就在2018年 进入了高龄社会 少一个化 高龄化跟高龄不一样 那高龄社会就是 有超过14% 也就是台湾现在 每7个人就有一个老人家 65岁以上 对 所以台湾在2018年 一月有331万个65岁 现在大概340几万 那6都之内台北最老 16.58% 台北是最老的 对 不过台北最老的原因是因为 台北适合养老 对 医疗环境太好 对 医疗环境好 那 以WHO 他所做的一个2019的世界出生人口的一个预测 全世界最后一名 全世界最低最低是台湾 他给我们的数字是1.218 你说出生率 对 出生率 其实更低 对 那南韩 南韩是1.323 日本1.47 新加坡1.26 中国是1.63 但是呢 内政部统计 2018 台湾的实质出生率 是1.06 那韩国内政部是 他们是0.98 连一个都没有 好 总之 这些数据 当学生有了之后 他就 他就 很容易去应用 所以 那些 院学老师跟我说 其实 一篇文章 只要看到一两个数据 他六级分就上去了 所以 我就非常建议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一个班级 甚至一个家长 那 你们可以去 订阅 其实有几个日报 他都会去 整理 像 人间福报 大纪元 那 那是日报 那你如果说太多了 那其实 国瑜日报 中学生报 我是非常的 推荐 一个礼拜就一份 读报纸 对 读报纸 你刚刚讲 就是说 一篇文章里面 如果能够 孩子能够 引用一两个数字 六级分就上去 对 那不容易 因为 那表示 你要有很广泛的阅读 很广泛的关怀 因为你哪里知道 作文题目 是什么 没错 今天当他出 亲吟共聚 你看到你都已经 愣在那里了 你如果想到 你曾经看过什么东西 而且摆在脑子里面的 这些数字化的材料 这个对我并不难 就是因为 你在讨论的时候 OK 你告诉我 台湾的出生率 台湾的老人 台湾的这些 平均余命 各个地方的人口 独居的人数 或者说 女性的 就是说 生育率 这些对我来讲 都有数字 但是对孩子来讲 真的很难 他要非常广泛的 阅读 而且对数字要有感觉 他才能够摆脑子里 对 所以 就是回到 我一直提倡的一个东西 叫做 13579 对 的发表式 阅读写作法 这个就是说 一个写作家 你必须先是一个生活家 所以这生活家就是 你本身懂得 在生活中 去收集故事 一个人三个故事 然后九个数据 那你必须 是一个哲学家 哲学家就是 你必须就 这个故事去思考 我发生这件事 我学到什么东西 这种反思 这种习惯 第二就是 你看到这个资讯 你根据这个资讯 跟你自己 自我相关 跟过去 你的知识相关 跟世界的未来 做相关 我们称这个 就是所谓的 思辨 那这个东西呢 你必须整理在 个人的作文资料部 这我讲13579 所以呢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你只要一个礼拜 超两个数据就够了 那很可怕 例如说 你考试前20周 这20周 你一个礼拜 超两个数据 就四五十个数据 那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过一件事 就是说 学习金字塔说 你阅读只会 学到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 可是你如果讲给别人听 会学到百分之九十 到百分之一百 所以 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超完之后 你讲给三个人听 讲给同学听 讲给爸爸妈妈听 讲给家里的小狗听 讲给自己听 那这个东西 这个数据 那基本上就是 你在联考的时候 就算那个数据背不起来 但是你大概 不会偏离 而且它帮助你最大的是 你在看这五颗的提干的时候 你本身的脉络跟音价 是非常清楚的 你会很容易就进入 那个题目里面 我们都知道阅读 是一个decode的过程 阅读很多东西 不是靠你当时的阅读 它是靠你的 我们叫background knowledge 你的背景知识 在做这个东西的分析跟理解 所以当现在联考的题目 都当我们入试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 就是我们如果用最少的时间 让我们的孩子 做发表式的阅读 我们一个班级 可以去订一份报纸 那分五组 那每年把重点写出来 然后你挑两个数据 那每个同学就挑两个数据 抄在自己的布置上面 然后定期的讲给别人听 那你进入考场的时候 前三十分钟 你就读自己那本布置 保证保证 你一定用得到 这个就是 我希望大家去做13579的一个 发表式阅读 这个蔡几华老师 在书里面有教过大家 那广泛的阅读 然后对于生活的感受 这个是你写作的最基本 因为它终究是要材料 那你只有在广泛的阅读 在阅读里面 包括很多很知情人 比如说你要谈到数字 那个就不是很浪漫的 很文学式的阅读 你要去读很多 它是一种academic reading 就是带有一点点学院式的阅读 就是这种讨论式的阅读 那你才能够去吸收到一些的知识 当做是你写作的素材 最后才是写作的技巧 所以你不要光说 要跟蔡老师学写作的技巧 这些技巧经过磨练之后 大概是可以有的 但是阅读生活的经验非常重要 进广告 回头继续跟蔡几华老师聊 费人莫妇的早餐 我是谈家龙 好礼拜四的时间 我们学写作 长时间请蔡几华老师 从台中上来 为大家做写作方法论 当那个方法论听起来很严肃 比如听到方法论 你可能头都晕了 但是我只能跟你讲 就是说写作中就要回到 人的最基本的情感 最基本的生活 那个是你的材料 写作是一个表达 不管他是用散文的方式 用诗歌的方式 或者是用 其他各种各种的方式 他终究是你的表达 所以那个方法论 只是让你的表达 更漂亮更清楚 让人家觉得更有感觉 但是在刚刚讲到的 这些的方法的问题 终究要落实在写 对 我们要讲个技巧 事实上从我们要学 大学学测国写 例如说这几年出的 学校是我可以卖寒糖饮料 到清云共居 其实他们的写法 我们都可以使用一个叫做 这个黑格的微物边政法 对 政反合的公式 所以你的四段 你的四段就是和政反合 为什么和政反合呢 因为你400次到600次 你一开始没有表达你立场的时候 你到最后你整个后面全部乱掉了 所以就是给大家八个字 如果家里有孩子 请你用这八个字来做一个逻辑 这八个字就是直答 直接回答 因为但是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和政反合 因为例如说 学校是否可以卖寒糖饮料 那你就直接回答 我认为学校不可以卖寒糖饮料 因为它会造成青少年快度发胖 造成国民健康力的下滑 你第一段写这个 那下面那个政 那个政就是你要支撑它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就我们刚刚说 这个轻盈共聚 你赞成因为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老人家越来越多 可以替他们省房子 可以让他们不会老化 一定要写诞诗 诞诗非常重要 就好像我的学生去澳洲 他在台中市英文作文第一名 他欧洲英文的那零分 他就导致说 你必须证明别人也对你才有分 就是我写那个 也百合附近写个太阳化女的一封信 那一部分就是说 你要证明别人对也有分 所以辩证法最重要就是 凡是说的现象在发生初期 你一定要先去反证它之后 它才能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 例如说亲吟共居 但是呢 我们要去尊重彼者隐私 注意安全 然后到最后 两立相权取其重 但是在这个时代 有些缺点 但是这样还是比较好 这些我们所谓的叫做 合正反合 直达 因为 但是 所以 但大家不要以为 它是很理论 事实上 这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表达 例如说 我自己实际经验 例如说 两个业务员要卖我保险 这个多好 他没有去做一个critical thinking 他没有去自己打自己 我就不相信他 可是 我买了这个业务员 他说 蔡老师 我觉得这个保险 对你负担真的有点重 他先保护我 他先打自己 但是呢 实在是医疗不够 所以你只要买 像我买了辆汽车也是 他可以先打自己 蔡老师这样车 在同级款里面 他板金是比较薄的 但是他的引擎是最好的 他是最省油 但是他的结构又最安全的 所以所有先打自己的人 到最后都买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沟通 真的就是你用辩证法 对 在一般人的语言表达 或文字表达 要做到先打自己 是有点难的 对 他怎么训练 对 所以写文章 写文章的打自己 是放在第三段 所以我们看到英文文章 第三段会用什么开始 However 对 那是一种的 老板上是一种的 资讯的充分揭露 不管你在买东西 对 或讨论事情的时候 也就是换位思考 现在联考的题目 都是换位 现在联考题目 就是换位思考 用思辨 向世界提案 所以你说 联考那怎么猜题 所有题目 因为以前就是考我 现在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世代 在传统习俗中 我看见 都是我们 你看讲这个 这个结构 我觉得听众朋友 可以记起来 在教材 我把他写在纸上面 第一个就是说 和正反和 因为 唯物辨证法 就是正反和 对 OK 你先提出你的 正面的论点 然后 再提出反面的论点 最后 再进行某种的整合 然后有产生一些 新的论述 新的观点 对 那所谓的前面的和 其实就是破题的意思 对 就是你直接 开门见三 第一段的时候 开门见三 把你对于这个题目的 你的终极立场的表达 对 你就先写出来 让他知道 看完第一段 我就知道你的立场态度是什么 这跟我们写新闻 写导言是一样的 导言必须是全篇 你要表达的重点 然后接下去 第二段是你的支撑的观点 没错 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 对 但是第三段就是告诉你 就是说 虽然我是持这个立场 但是我并不是没有看到他的缺点 对 对 OK 他的缺点是什么 但是最后经过综合的分析之后 虽然有这些的优缺点 但是我认为基于哪一个我最核心的论述 我觉得我要回到我支持我 一开始所表达的那个立场 这种的表达 基本上第一个万无一意识 第二个大概也可以清楚 把整个事件都能够 你能够做这种的合正反合设表达 大概表示你对那个问题的思考 一个基本的水平 对 你自己打自己 别人才不会去打你 对 对 没有错 但是这些对现在的孩子来讲 会很困难吗 这不是教作文而已 但你这样教孩子的时候 他们会有同理心 他们会换位思考 他们会学会沟通 所以他不是 我们不是做我的服务考试 去学这个而已 他是帮助他这一辈子去愿意去 站在人家的立场 然后学会 换位思考 学会沟通 所以 在你教写作的时候 孩子在写 书情文比较难 还是写 论说文比较难 论说文比较难 非常非常难 真的吗 对 因为论说文需要很多的阅读 对不对 对 就是说你的知识基础很重要 对 这是我们东西方教学 它最大的区别 因为他们都是固定的答案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怎么教孩子写论说文 除了这个就是合正反合的这种论述以外 像最近有个比赛叫逆风台湾的比赛 那这对全省增稿 可是全国的高中 全国高中参加的篇数不到100篇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真的 你要因为逆风台湾 是台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讲台湾从1987年到现在的政经的改变 那学生对政治经济 他基本上 我们对一个问题 基本上是用你过去的 所有的知识 去跟他做一个辩证 到做产生观点 可是我们的知识 常常是拿来考试用的 不是拿来思考 跟知道现在 然后去判断未来 不是很难 好 当然这些都要 就是需要一些知识准备 有一些的 有些需要知识准备 但是也有很多是需要生活准备 也有很多对这种生活感受很低能的人 其实你要他写一个文情并茂的书 书情文其实非常的困难 那就是平常对于生活的感知 就像你刚刚讲的 去看小东西的能力非常弱 你是一讲就讲得非常大 大的时候收不回来 从小东西 然后由小去讲大 对对对 学生更有感 学生更有感 那个难度其实也很高 但是那个是一种的训练 对 好 当然这些其实写作的方法论 有很多很多的面向 很多的方法之外 但是绝对不是只有学校里面的家言美句 或者背一些的诗词成语而已 对 重点还是要回到你的生活 以及一点点的就是说写作的结构之外 你平常的阅读量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里可以让大家做参考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蔡杰华老师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书大家自己找来看 这十报出版写作吧 那破解创作天才的心智图 还有另外一本写作吧 你值得被看见